我們只是一直講很清楚,這有意思是規則來就好 從三月初開始的時候,國民為了搶奪排法案主導權 然後招委懸還以後,三月三號 黃昭順就騙我們的招委說,讓他現在排 他要出國現在排 他先排什麼?就排什麼? 結果他馬上排指令條例 可是當初我們就把他擋下來 這樣的時候我們要求他三月初初要求他停下來要開工序會 結果開了五長工序會 在五長工序會所有協助的專家都進來談 然後覺得這個有問題 廣東民不得不再修改所有的條文 至少,假如沒有去開這個工序會 民進黨沒有這樣的主張的話 這個條文是照他原來的工序來的 好,四月三號,繼續開會 下午的時候把他擋起來 民進黨,我們撤回我們禮拜一提案 他說我們也把他的提案 然後,只要叫管主委上來報告說明書的條文 有經營修成一指 這是我的指 後不做程序問題 程序發言會有詢問的問題,前衣問題 我們就不干擾你 然後你好好報告 後進入前衛審查中法案 張敏第一條開始逐續審查 這是四月三四號的狀況 他今天用哪這個四月三四號 是當初為了讓他上台報告 所以說我們再度投資也沒有關係 只要發言會好好審 國黨連這個人哪來拗 剛才有哪一個大看板 說我們從一部做成一外 這是針對當天下午的事情 然後是對管主委能夠上台發告的 OK 那這樣我們就同意一條一條來 一條來的時候,他就不讓你講話啦 說一個人只能換一次 然後一個人只能換一次 然後一個人只能換一次 那這個法案怎麼審 因為我這邊二十幾年來 報告到今天為止 議制規則 委員會審法案 本來就是可以多次換 不過有時間限制 今天黃道士林林林醫藥的時候 一個人只能換一次 每次三分鐘 這麼大的 我們民營黨是為了這件條例 已經準備了半途 我們有對岸 有對岸 每一條文都有對岸 那國民黨根本 連講都不會講 說他每次都不來 那 他看我們每一條假講 突然他的無能嘛 說他根本就不讓你講 議員會審 那法案絕對沒有最後一件事情 議員會本來就是 議員論證的地方 應該不是只有打架而已 國民黨現在的邏輯就是說 他硬不讓你審 因為要靠住你 因為讓你說 不能做所有情緒 發言等等都不行 然後你 一個條例只要講 一個人講一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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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三分鐘 但是有沒有看到 第一天開始的神的時候 我上台 張明我一個人講二十分鐘 他受不了了 我這個邏輯都不對 整個整個 今天條例是台灣的傷害 我一直上台一個人 上台講二十分鐘 然後他才是限制你 不能講話 今天所有根本就是在這裡 所以 你只要照議事規則來講 議事規則三十一條 本來就是審查法案 都沒有限制的限制 好 法案也沒有時間的限制 你不能好像當成一個 然後 效法中心中 趕快把這個處理 會 然後 然後 因為他在表決他們 他以為這樣他就會過 他整個是炎目求雨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一個 照議事規則來 能夠一個人要發言幾次 反正就沒有限制 也許 反正主委回答 吳敏淚的時候 我就直接聽一下 你要聽不對 我會再上台去 主委 所以這個是 因為有一個過程 你完成法案 哪一個委員會不是這樣 不然為什麼 資金基調又變成 都不能講話 所以今天的原點 就是共產黨的問題 只要照議事規則來 什麼事情都沒有 我們會一條條好勝